腾讯体育10月31日训今晨,2018年金足奖评选结果揭晓,巴黎圣日尔曼德沃拉贵前方卡瓦尼荣获大奖,金足奖评选是5月2003年,评选的标准是年龄在29岁以上。 在足球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运动员,有趣的是,曾垄断金球奖的梅西和斯伊罗早已年过29,但他们逆之无缘这项大奖,多为传奇获得金足传奇奖金足奖评选是由摩内阁王氏赞助。 蒙特卡洛世界冠军俱乐部,主办的足球终身成就奖,他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。 首先,评选不根据当年表现,而是作为对终身成就的褒奖。 其次,评选对象是29岁以上的球员,而且只能获奖一次,最后,他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由球女投票产生的,有影响力的球员年度个人抢项。 2018年金足奖候选名单,包括诺伊尔拜仁德国,梅西巴萨埃根廷,C罗,英文葡萄牙,苏亚雷斯巴萨乌拉圭,卡瓦尼PSG乌拉圭,贝尔黄,马威尔士,拉莫斯黄马西班牙,莱文拜仁波拉,阿规罗,曼城阿根廷,地亚克希尔瓦PSG巴西。 最终,卡瓦尼利亚春雄,荣英2018金足奖,卡瓦尼荣英2018金足奖,按照惯例,卡瓦尼江丹摩内科的冠军大道留下自己的脚印,而他获得的金足奖奖杯也是纯金打造,大约有二代客,值得一提的是,李皮,德萨,莱昂纳,多,西多夫,皮尔洛,巴西女足球员满桃的足弹传奇,也参加了金足奖板奖。 他们获得了金足传奇奖,卡瓦尼荣英金足奖石志明归,他出道以来为俱乐部出战511次打入317球,赢得过5次连赛最佳射手。 他为乌拉贵国家队出战103次打入40次球,是苏亚雷斯的最佳排档。 由于金足奖油球迷评出,C罗,梅西迟迟为能荣应该上大奖,或许等他们快退役时才会在冠军大道留下自己的足印。 赢,历界金足奖破奖者2003年,巴乔2004年,内德维德2005年,舍府秦克2006年,罗纳尔多2007年,皮叶罗2008年,卡洛斯2009年,小洛2010年,脱帝2011年,吉格斯2012年, 伊布2013年,德罗巴2014年,伊涅斯塔2015年,埃托奥2016年,布芬2017年,卡西利亚次牛牛。